我們說這個 1.pA等於Qm√0 以及電場有庫輪定律 庫輪定律我們可以導出它的電位出來 電位我們可以導出4πy0分之1 Rho乘上1√2 這兩個4個 僅僅只能用在沒有界電子存在的空間 僅適用於無界電子 有界電子存在,它不能用 有界電子存在 我們怎麼求它的電場呢? 以下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舉一個例子 我們現在有一個Q 好,我們看哪一個Rho B 這個 Divergent D在這裡嗎? 這個 這個 這個就沒有了 這個 這個 OK 謝謝 我們再看一個例子 我們講明這個是金屬球 金屬球帶電的話呢 全部都在它的表面 全部在表面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例子 現在我們要求它放在界電子裡面 我們現在有一個半徑 我們現在有一個半徑 我這邊用A 另外有一個半徑B的界電子 A到B之間是某一個界電子 這個半徑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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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要求什麼呢? 如果我們令無限遠的地方 不論由來的地位是零 球星的電位 這個 它 定這個叫Y.R 也許可以 或者是說 Y Y就說它的整個 電容率是 Y.R 就是它的界電常數是 Y.R 不管它怎麼寫 我們都可以做 我們現在念它是epsilon 它現在要求電位 我們必須在這個電荷有對稱分部的時候 我們電位要從電廠來求 從電廠來求,由電廠的限期分來求 所以你要知道電廠才能求電位 我們可以先這麼寫 你要我求電位,那我就寫電位 電位是等於電廠.ds dl也可以 它是求圓星的地方 它是零到無限 你要用這個來求,你必須要知道 電廠跟空間的關係 電廠跟空間的關係 我們就要用高四定域球 因為電荷分布是球狀對稱 但是現在因為有界電值的存在 你不能用以前的電廠的高四定域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想到用界電值來求電廠 有界電值的電位移來求電廠 它是等於ε 它是等於ε 所以 你這個求出來就可以求電廠 那我們就說 1 就等於ε 分成1 這個第一是 這個第二是 這個時候電廠不能直接用高四定域 你要求出electric displacement才可以 現在我們就用 Electric displacement高四定律 Q Free charge and closed Free charge and closed 現在要用這個做 這個怎麼做啊? 我們練這個第三是 那 因為是高四定律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封閉面 封閉面我們就看情況來做 如果 就是我們取的高四面 一定要有利於我們寫Electric displacement 所以我們現在呢 就在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畫一個高四面 我現在在這個當中畫一個高四面 這個 R R R K 這個是R UniVector 這個方向就是 D A D A 那 這個 這個 會產生一個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們說這個 那你先取 半徑 為R 之 同心球面 為高四面 取好以後 我們就有 面上面有這個特性 什麼特性呢? D 要等於 Electric Displacement 要等於Constant 為什麼? 因為 你站在面上面 任何一點 看這個 電荷的分部都一樣 那麼 它 電電子的分部也都一樣 所以 它一定是Constant 那麼 它的方向呢 方向呢 方向就是在R的方向 為什麼在R的方向? 在R的方向 因為 我們這裡做一個草稿 因為 P 它是等於 Y0 K1 總電廠 它跟電廠是同方向 那麼 D呢 又等於 Y0 E P 加 P 我們知道 這個電廠一定是半徑的方向 因為 你球狀的電荷在這裡 球面 對正分部的 球狀對正分部的電荷 產生的電荷一定是 朝外 對不對 R方向 那麼它的Polarization 也是R的方向 Polarization R的方向 那麼 這兩個 同方向 同方向 這個也是跟它有關係 所以 D就跟E 同方向 這個 這個 是由 自由電荷 是 球狀對正分部 得知 好 那現在 我們再取 DA 它也是R的方向 因為 DA 一定要是跟 Normal的方向一樣 那 球面的Normal方向 就是 半徑的方向 好 我們把這個 帶到左邊去 3是 左端 它就等於 D到 DA 好 D跟DA 同方向 它就 變成 純量 然後 D是Constant 可以拿出來 所以 它就變成 D乘上 4R平方 然後 我們就看 左端 右端 是 右端 它是等於 Q Q F N Closed 全部的 QF 都在 這個 高式面 裡面 所以 它就是等於 QF 於是 我們 左端等於 右端 那我們就得 Q 乘上D D 乘4 2 平方 要等於 QF 所以 我們就得 D等於 4 2 我們來r平方分子qf 我們把這個也寫上去 這是r大於等於a 這個是a的b之間 然後如果說我現在還要求這個地方 我在這裡也做一個高詩篇 情況跟這個一樣 大於b也是這個值 這是r大於等於b 我要求求裡面 清楚求裡頭 你把這個高詩篇做到裡面 這個高詩篇裡面沒有自由電荷 所以它的這一端是0 這個地方是0 所以這就是0 這是r小於a 2小於a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們知道了 我們就可以求它的b 這個代入第二層 代入第二層 那1就等於4 y0 r平方分子qf 不是y 這是y y呢 如果它當中告訴你 我們要求是y0 不是y0 你就寫y0 y0 y0 r平方分子qf r univetal 代入二 這是這個值 那我們乾脆這裡就先寫 那麼 r 如果大於等於b的話呢 大於等於b是什麼地方啊 真空啊 真空的話 這個就是y0 它沒有東西被激化了 它沒有東西被激化了 所以呢 它就 1 這個 所以它就是 反約4 y0 r平方分子qf r r univetal 然後 r小於等於b呢 這個是0 E也是0啊 所以1呢 就等於0 好 我們有了這個 三個區域的電廠 現在我們就可以把它代入 第一式球電位 代入第一式球電位 OK 好 這個全部代入 球電位 好 我們就帶到第一式裡面去 好 電位 它是等於 電廠 dot el from zero to infinity 從0 到無窮大 分成三段區域 電廠不一樣 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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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把它分成三段 0到a之間 0到a之間 再加上 A到b之間的電廠 再加上 b到無限大之間的電廠 再加上 再加上 b到無限大之間的電廠 0到0 0到a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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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那這個就是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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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到b之間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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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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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R從B到無限大 這個積分就很簡單 這個等於什麼呢 等於負的R平方 R分之一 它本來是B分之一解A分之一 我們把負號成進去 我們這個就寫成Y Y2分之Y 分之QF A分之一 TNB分之一 我們寫Y0 Y0,Y2 因為後面只有Y0 QF 它從B到無限大 那就直接寫一個 1分之一 就好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再 再合併起來 你把這兩個再化解一下 就可以了 把這個化解一下 共同相提出來 裡頭呢 我們就寫 Y0 B分之 這是QF 1分之一 再加上這個 這個時候這個就是Y0 我們就寫Y1分之一 然後在這個 然後在這個 寫Y1分之一 然後在這個 寫Y1分之一 寫Y1分之一 然後在這個 這就是電位 電位 好 現在我們要求 這是借電之成呢 它會被這個電荷所形成的電廠來極化 從這個地方的極化強度是什麼 比如說我們要求極化強度 那我們就把極化強度跟總電廠之間的關係寫出來 這個E要用什麼地方的E啊 A跟B之間 要用A跟B之間的關係 OK 好 所以 它就等於 我先寫出來 這個E要用這個 要用這個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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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 要用這個E OK 好 那麼 這是Polarization 那現在我們要求 這個借電子被極化 它有它的體積極化電荷密度啊 求 解電子層 的 體積 激化電荷密度 要求激化電荷密度 我們就把這個值寫出來啊 Rho B 它是等於Food啊 Diverging of polarization Tolarization 好 Tolarization 現在 我寫錯了 這個地方是 OK 也可以哈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 表面上的 就是說這個時候 R 要等於 OK OK 好 我們現在呢 要用這個 先標上這個 我們用這個 球坐標 80P 80R 82平方 80P 球坐標 好 我們看這個 我們看這個 20P 20R Diverging 這個 Diverging是什麼東西啊 Diverging是什麼 這個地方應該是什麼 查查看 這個地方 Diverging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它就是P 就是P 因為它只有 一個極方 剛剛寫的 就是 the plus 所以這個地方 錯了 寫錯了 所以這個地方 它就等於 4Pi Epsilon R 2平方也沒有了 那就變成 Epsilon UKi E 乘3 UF 這個等於什麼 等於 0 因為這裡沒有R 沒有R的話 基本就是0 OK 所以 這個 要小心 有時候會 一糊塗的話 就寫錯了 那麼 好 現在我們再來看 它這個是體積 激化電荷密度 等於0 那麼我們要問它 表面激化電荷密度 是什麼 表面激化電荷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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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呢 N 內表面激化電荷密度 它是-R 它是-R 我們說 R等於A的話 它 它的 Normal Direction 是等於 R R R等於V的話 N是等於R 我們要先知道這個 然後啊 我們再來求 Sigma B 它是等於 P P Dot N 然後 等於 這兩下 你就 你把P 這個 Dot 如果是那條面的話 我們寫一下 我們寫一下 Dinside 它是等於 Y0 KiE QF OVER 4 Y Y R 平方 然後這個是 內表面 所以它是-R Dot R R y0 還以 qf 如果是外表面呢 外表面它也是 p.n 它是等於 4pi y2平方 這是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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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 兩邊都是真空,要不然兩邊都是同一種界電池 那麼這個時候呢,我們說,Divergent 這個永遠等於Rule F 那麼,Curl B也等於0 這個時候,Curl P也等於0 這個時候它的這個,兩邊都一樣 來更去這條路,都一模一樣 所以一個正一個負責都是0 那麼一般說起來,我們一個界電池 我們談的是,它經體的形態 它的極化是有方向性的 在這個民主上,然後釋在這條路 在這個位置以前, raj馬先生,他也有一個偕責 看起來是可以在這條路上 這條路上的重點 那到底是用不得於0 寫錯了,不得於寫錯了。 有問題就要提出來, 我常常會說過, 我心裡想的跟手寫的, 跟嘴巴講的可能會不一樣。 一般來說, 心體的極化是有方向性的, 也就是說, 某一個方向極化會比較大, 某一個方向會比較小一點。 這個時候, 他的px, px 我們寫的大一點, 就比較麻煩了, 我們就把方向用坐標來表示, 我們把方向用坐標來表示, 我們把方向用坐標來表示, px等於 y0 這個是 跟方向有關 px x px 再加上 kai xy ey 再加上kai xz pz 再加上kai y y y 再加上kai y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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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